回到全民大新聞 那我們這一段要解 要報什麼新聞你知道嗎 就是其實大家都常常在很多場合 都會看到大家都在低頭族 低頭族 這個要注意啦 對 10月1號開始很多新制 都要上路啦 駕駛的要注意啦 等紅燈的時候 你如果玩平板 或者什麼手機這樣 開車的啊 這個駕駛要罰三千塊 那騎車的要罰一千塊 但是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個罰起來滿可怕的 因為現在真的一個紅綠燈 台北市可能95秒70秒這樣子等 很多的這個駕駛 都會拿起手機 Line的Line啊 Facebook啊 或者是跟人家APP一下 像其實請主播 我必須小小承認 我有時候會拿起來看 Google的地圖 以後這都要罰錢耶 而且你看看 這個不但要罰錢 你有時候一不注意 還會發生車禍 真的要注意 真的耶 但是我們畢竟是主播啦 我們騎車的時候 我們有遵守交通規則 但是這些騎車的朋友 開車的這些駕駛們 他們到底對於這些新制 有些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有獨家報導 來看一下 台幣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罰款喔 我們現在就來訪問一下 路邊的機車騎士有什麼看法 全民最大黨改革 改成全民大新聞很好看啊 你好 請問這位先生 你現在是在使用手機嗎 對啊 那你都不怕被警察抓嗎 哎唷 警察怎麼會這麼無聊 到處都碰得到警察 哪有那麼倒楣的 警察先生你好 不好意思喔 你不可以罰我喔 我雖然是低頭族 但是我這摩托車是停在路邊的 而且不是紅線喔 是黃線 所以說我在停在路邊 當低頭族你不能罰我 哈哈 開始計時了 嘿嘿嘿 搶救老爸 也是一部很好的電影 2分45 2分45 2分43 2分44 警察先生不好意思啊 你在算什麼 我在算你代數三分鐘 2分51 2分52 2分53 不好意思 先生 你學不講什麼 怎麼樣 你現在機車是不是在移動 對啊 然後你的手是不是在傳簡訊 對啊 所以你就是低頭族 是的 所以要提醒民眾 不要輕易的挑戰法規喔 以上是記者為各位做的連線報導 呃 沒有啊 我沒有低頭啊 而且這個是假的 假的電話啊 你不能罰我 好 嘿嘿嘿 走到 安全帽 信簽名 結果考到最後它是未戴安全帽 是啊 很明顯的犯法啦 對不對 違規啦 那當然啦這個個資法聽說也上路啦 然後121號啊 只要有人叫你推銷電話 你只要明確 推銷的這個電話你接到的話 你只要明確說不 第二次你再接到這個推銷電話的話 你可以像這個事業主管機關來求償啦 這個大家注意啦 對 跟大家講清楚一下 要怎麼求償 要怎麼紀錄 喂 通年紀錄你忘記了 通年紀錄 是不是這樣 我還去告他 我要找律師 你在台灣 你不是頭壞掉了嗎 律師一停都要五萬塊 所以你那個提高罰款啦 你那不要一千到三千 你一萬到三萬 你看還會不會有人低頭嘛 是啊 先罰他個三百個人看看嘛 是不是這樣 你有破例你就這樣做啊 你沒有破例嘛 是 但是這個新法上路啊 到底對於我們這些用路人啊 或者這些 駕駛朋友們 到底有些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來問一下視野啊 視野你這也被新法上路有什麼看法 他又沒有 那時候又沒有iPhone 你問他幹什麼 我還是可以 因為他是 他穿夜啦 他穿夜時空 他穿夜 他總不能騎個三輪車 然後拿個帽子 現在是我是視野 還是你是視野 那個胡鬚章 好啦好啦 你那個 你趙玉健 趙玉健是無聊的 他有時候會恢復到這次 其實 你問說低頭族是不是該罰 我覺得 他如果來到咱們大陸的話 應該就不用罰了 對啊 因為像我們大陸 現在目前是放廉價 很多朋友都會開車出去啊 可是開車不是罰 我們開車 不是塞個八個小時 是塞八天啊 八天那這樣子 你可以瘋狂的用手機 歡迎你們來我們這邊遊玩 而且手機一玩 不是玩八個小時 你可以玩八天 八天啊 也不會出敘故的 因為我們車子都不會動 應該會先沒電吧 沒電就用車 我們車充充就可以了 而且我還聽說 除了這個低頭族需要 受罰之外 你們有很多的駕駛朋友 也應該要好好的管制一下 聽說你們有些駕駛 一般開車的時候 還能夠吃便當 就該罰 開車吃便當 還有人一邊開車 一邊吃便當 還一邊看報紙 這也該罰 這樣太危險了 還有人一邊開車 一邊吃便當 一邊看報紙 還一邊看電視 這更該罰 這個不舒適故都難怪 還有人一邊開車 一邊吃便當 一邊看電視 一邊看報紙 還一邊剪腳指甲 那邊是你講過了 這都該罰的 可是不只是男生開車為止 請問一下 開邊剪腳指甲 請問他是用什麼地方 在踩那個踏板 你真的沒看過 有人這樣子的呀 這樣子剪 對 那請問他還在開車嗎 他是在行徑當中 那請問他用左腳 去踩那個油門嗎 他就是這麼厲害 是啊 對啊 是這麼厲害 還有女生也很多要注意 如果我自己 他看他這樣開 我不罰他了 我叫他去太陽馬戲團 去上班了 太厲害了 不是 像我們女生開車也很危險 像有些女生開車 會邊刷假睫毛 對 不然就貼雙眼皮貼 還有人邊綁頭髮呢 這都該罰 誰邊綁頭髮 邊綁頭髮是 聽說有一個人會邊開車 邊抓頭髮做造型的都有 是誰啊 是 台先生嗎 我怎麼造型啊 不是我 我都不能怎麼造型啊 所以大家開車還是要小心一點 謝謝 真的 開車真的要小心 是啊 這個還是專心一點 對啊 小心上路 這個專心開車就對了 是 那我們看一下阿虹之聲 哈囉大家好久不見喔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有哪裡不一樣啊 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發現 我剪頭髮勒 你怎麼沒有發現我頭髮變短 我等一下問三位 欸 三位咧 嘿嘿 三位 我又給你找到了 你有沒有發現我哪裡不一樣 有 你頭髮變短了 你剛剛偷聽我講 其實你減的狂風 沒什麼差啊 不管人看不太Q了 是他好 阿虹之聲歡迎大家來唱什麼 我是阿虹 我是各位最經驗 唱我耐心的藝人 今天要所有聽眾朋友 要來關心一番報道大事 就是說 有一個立委的說 行政儀你今天有改就好了 你整個改作往腳去就好了 這一次都是 說明道的英明 立委請來聽眾朋友 這個愛風浩 可能那個我才可以給他授錢而已 行政院的發言人說叫做 佛佑 佛佑威 真是的 你很厲害 馬上在那個 佛佛上 放在愛風化的那種 那種秀密的那種 結果大家也要把他 趕快炒頭去 說什麼 有夠不愛國的 好 阿虹 不想怎麼做才是愛國的 很簡單嘛 你手機你不要用的 你什麼愛風化 你手機用HTC的嘛 HTC 對啊 你電鍋用台東的 電視用奇美的 如果是不聽到愛國的 不聽到愛國的就是不愛國 甚至不愛台灣 對 做得這麼嚴重對不對 你看看 你這個一些情境的一個大課 你好好的事情你不去做 甚至你跟網路說 五四三的有的沒有的 你整個行政業 真的蓋住旁邊就好了對不對 讓一些人 真的要去行政業辦事的時候 整理期的時候 馬上 咖啡 一顆飯就沒去 網路可以去上面玩 漫畫 還是十字 都可以拿去看 對不對 最重要的 天氣下廊的時候 還可以 在那邊吹得冷氣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好 你國民黨有在這樣做嗎 國民黨都沒有在這樣做 沒錯啦 對啊 國民黨 你就是這樣 你不敢花錢 從我做節目是 國民黨的移民 我沒有聽到聽眾 你就看了阿虹姐 你好 阿虹 我很愛台灣 但是我就是不聽阿虹之聲耶 那你就是不愛台灣 阿虹姐 你好 我是藝人 我很愛台灣 所以我想追 台灣的姑娘 你去看 你去咖哩山好了 因為阿虹山的姑娘 沒如衰 聽到沒有 來 阿虹姐 你好 阿虹 我覺得你的電台 也應該改作網咖 我們早就改作網咖 你不知道 你看我們電台大樓 你只能說一台前 送你一杯咖啡 一杯一百五塊 你是不是不知道要用 來 剛才你帶來什麼件 沒有啦 我今天好像去龍山市拜拜 拜託公平不去 怎麼會這樣 這像是 公民黨的移民 我以前來聽眾朋友 曾是前面的 這個中國 有一個宿船來 這個貴婦說聲音說雕啦 雕小姐就對了 來跟龍山市戳的時候 走拜拜 突然看一看 桌上來 怎麼這麼多公平 一塊塊 沒拿破損 快就拿幾道 拜託 你如果這麼好大 你跟神明在唱東西 你唱什麼意思 可以 所以它就是大膽雕 貴婦 對 所以雕啦 雕貴婦 對 但是這也不能怪他 他說在那高興的時候 拜拜的時候 你看到桌上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拿走的 而且最好 吃到肚子裡面 可以補兵成這樣 喔 高興的 他這樣做就太過分了 幫我們的狗運配 真的是太不應該了 你講的是什麼話呢 我講的是四川話 誰教你 小蝦教我 這沒標準的 拜託不要叫他幫你教 他就沒標準說這個 對不對 但是這也不能這樣說的 之前我們報道的時候 很多人去網路上面 什麼邱團 要說什麼 說要去拜拜 所有人去投台公平 對不對 讓一位外國人 是說我們台灣人 真的有夠賺起來 我們台灣真的有夠賺起來 對啊 像我 就很賺 我都沒有錢 不會啊 你不會賺錢 你也是肥軟的肥軟的 可以 我不是說那個賺 我說你都沒有給我薪水 好啦 不要說這個 拜託 不要叫 你自己還不是說 拚錢 拚錢 拚頭一塊 拚到年輕人 你給投那個人的公平 對不對 最好這些都是 夠明道的英明 今天節目就是 在後面叫阿紅之間甘露蘭 那天啊 你沒有我要去拜拜 你給我一些公平上面的名字 給我寫什麼 哇塞 你也怕別人投台你的公平喔 五十五都怕別人投台的 我是怕什麼 怕到時民不知道 所有的東西是我喘的 我就要把我的名字寫上去 表示我這麼有生意 我這麼有大氣的 快點喔 要多時間啦 好了 你公平還沒給我 要寫給誰人看 好